OK 那我們現在就是先來 試一下這一台 Truxton R 那這台Truxton R呢 是 第一是用的 然後他有一點點部件有改 以外呢 就是stock 引擎以我留解是也沒有改 主要關引擎的就是有那個 Exhaust 的slip on 不是full system 那這台車以我留解是2018 就是說是16到19那個年代的Truxton R 因為如果大家比較了解的話 他在1920那個年代 應該就是變成Truxton RS 那引擎應該是有變到1250 Anyway 那這個就是 在多人多 會試試車的時候 然後他給你用的Temporary license plate Only have them at the dealers So you can't really get one 現在試一下這台車 到底 如何 好那我們現在先把速度 栽上 好 那是開始 讓大家看看 聲音 好 Unorthodox Mountain 因為那台車完全不高 非常矮 所以就可以這樣 好那我們現在 As you can see 是road mode 那你只要按下那個mode 那就換 但是每一次start都要從road開始 不然你都換成rain 然後road or sport which is where I'm at and see how it goes 看有沒有人 應該說沒有車 沒有車 一上手 他是蠻順的 那個 Signal 比較 Far away 那台車 那台車一上去就覺得 很順 出來試一下他 到底騎法是怎麼樣 好那台車 一台 帶有英倫浪漫 又有一點點 Cafe Racer 的那個影子 在裡面 這台車 這台車是帶有英倫浪漫的 那浪漫在哪裡 對我來講 他就是男人的浪漫 為什麼 他非常mechanical 他有 Chrome parts 他也有 很 就是 Bling Bling的感覺 但是看起來又蠻多鐵 今天的路喔 應該是蠻 踩滑的 不要那麼恐怖的 就是 110 還OK 所以 拿了我Tuck一點 那會比較好 那個Windscreen感覺 沒有什麼作用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就是 My ass is pretty much End of the seat on the back 那就可以鋪 如果我現在是 up to the tank 那我就可以做很直 那如果我可以看得到的話 我就可以做很直很直 With a slight lean 大家都知道 我今天的對決 就是 另外 一個國家的 Sweet Fighter V4S 那 那台V4S 我是騎過 三四台 同一年代 就是從 2018年改款 之後的引擎 但是 all in Panagalli 都是有faring 的確剛剛一點點的 130 130幾的時候 他會讓你覺得他只是夠 stable 他可以 他不會覺得讓你 這台車還是 only for the street啊 for local啊 for putting around 那 那不是 那不是 那是 an all around bike 特別是他的引擎 你上車都會感覺到他非常smooth 那就是有 Potential to be the one bike to be the one bike 太太loco 三檔最紅線 然後 他就是 比較 不想那麼高轉的 他非常vive 現在 很多人騎那台車 當你加油的時候 那一些 北杯啊 或說 就算不是北杯啦 就是 可能對機車有一點點興趣的 他都會過來跟你聊天 聊聊聊 他都會說 欸 所以 是這一個65 或是這一個69 你都會說 比較像 2016 因為 從它的表現 你真的不能夠知道 是正確的 如果我不是在車子 然後我看到這個車子 在路上 我沒有想到 什麼年來 我的猶豫 也應該是跟那些人 比較像 就是... It's probably very old which is pretty cool 這台車是2018 It's got a lot of stuff on it It's very clean for one and only one owner 這樣比的話 Street Fighter 非常脹 就是硬脹囉 Street Fighter可能大概是他的 如果是找到一台 second hand 也要double他的價錢 他引擎的確可以說是 double this bike crazy powerful engine 是不是 但是會不會給你double the pleasure I doubt it 要試過才知道 到底是哪一台 會 拿到今天的 所謂冠軍 呵 到回去 換今天的 Super Contestant 超級猛烈 一開抽 就是要定輸贏的 Street Fighter V4S Here's that other contestant 他某程度上 看起來比我在店裡面 看好看多了 這除了那些Wings 這是我之前那台Pantagalli V4S 我也是不太喜歡那個Wings 那這個還double上 左邊兩個 右邊又兩個 四個Wings 我是要飛嗎 我又沒有要飛 呵呵 either way 那台是正常版 他的Fork 不是Olinz 現在就是上這台 也試一下 一上去喔 感覺就是他高很多 That's the first thing 他的聲浪 典型的Ducati 去吧 不可以說 一線上車 everything is tighter 可能這台是新車吧 以我都解釋是新車啦 走了 100多 It's a tester so 那這個 感覺是讓你覺得還蠻exposed 雖然剛剛那個Fersten R的 Faring跟Wingshield 也是非常的小 但是他總有一丁點的Protection 那現在這個就是完全是Open 所以可常而知也是就是 今天的冷風會直接打在我的脖子上 So that's one thing 一個比較Distinguished的分別 就是這台車 Of course comes with clutchless chip Up and down It's something that's useful 有 Sometimes it's not 但是他有 他給你這個東西 一定是Score 比剛剛那台高的就是 他的轉向很舒服的 這位偏 你看單手就是 就是 就是讓你覺得Planted but Wig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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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那個 我不能說他不能做這個 但是 可能要用更大的effort 慢慢 好 這就是你走多快 他的轉向 轉變方向跟F 都是off的 舒舒服服的都可以轉 鋪 後油量就不用說啦 當然這台車的後油會很差 然後他其實鋪 就沒有剛剛那台車來得那麼順 他沒有要你鋪 他的坐姿 基本上是Upgrade 或Slight Forward E 這台車的Balancer Handling 也是非常的Neutral 你可以很容易的就是 adapt yourself to the bike 當然我沒騎過這台車 不過 話說回來 我剛剛那台車也沒騎過 以Super Naked來說 他已經很friendly 不是開玩笑 但是如果說要比起剛剛那個Frustenar 那台是更friendly 我只能這樣說 好 那我現在騎了一下之後 我覺得 今天的PK來說 以我的觀感來說 我是much prefer 的Frustenar 對於我另外一台 就是 Sports Bike 這台車 他除了快速 最不像Sports Bike以外 他給我的感覺 the way it's wound the engine the sound It's a Sports Bike It's a Super Naked What did you expect 這台車啊 如果是不想要Sports Bike的Posture 但是想要一台Sports Bike 我覺得非常的合適 他就是可以給你Sports Bike的Accelerating Acceleration 過彎的那種 所有Sports Bike可以給你的 他都可以給你 只是 你不用鋪下去 如果說要我 真的是挑一台 I will undoubtedly 選 Triumph的Frustenar 這個Frustenar Gives you enough of sportiness enough of run fable of being on a highway visually Posture is good 你可以鋪 也可以 做得比較upright 這台真的是 鋪很怪 Or it reminds me too much of riding a monster 那個bar很寬 有不舒服的感覺 比起Truxenar是沒有的 鋪 不鋪 就是很容易to get along with 他就是可以很civilized 但是他又很manly 這台車有一個免費的option 就是Heated 6 現在就是感覺到 而且我想就是再說一些contrast 他們兩台車的contrast上就是很多 只有一個就是 因為我個人喜歡看analog gauge 我喜歡看真跳來跳去 instead of number Number是更precise 沒錯 就是60嘛 那就60 我就看得清楚 我說是60 或是55 但是如果說是真 反而沒有那麼清楚 但是我喜歡看到真 Analog over Digital 回去就是要玩車了 那這台車因為他有Auto Blipper 你很自然的就會用 他的Blipper 兩台車都在這裡了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那兩台車坐在眼前了 這兩台車其實真的是非常帥 那我們可以看到頭非常aggressive 真的是每一次發動就是定輸贏 whereas 這台看起來是頭真圓圓的 眼睛圓圓的 就是 Wow I'm so friendly 的確他就是騎起來 就是friendly I don't know how else to describe it The throttle response was quite abrupt 那這台車就是真的是很多固件在裡面 所以真的是還蠻不錯的 好那 final glimpse of four bikes from the back and 再在前面 看一下 側邊 然後 前面 再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個樣子 他們要讓我騎了最右面那台 Speed Twin On its own It looks pretty sick 放在前面 銀色那一台在旁邊 It's a looker 最右面那台 Speed Twin 其實也是非常好看 On its own It looks really nice Street Raider 是Street Raider It's very aggressive You know But 沒有辦法 我覺得 這一台 Flexion R 是今天的冠軍 是沒錯的 因為 就是嘛 你看看 你看看 哈哈